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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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骨有两种骨 一种叫硬骨 叫做崩 一种叫做软骨 叫做胸脂 如果软骨出了问题 就叫做关节炎 但如果硬骨出了问题 就叫做骨质疏 为什么会有骨质疏 就是我们骨内有两种细胞 一种细胞叫做做骨细胞 英文叫做Osteoblast 一种叫做拆骨细胞 英文叫做Osteoclast 为什么骨内有些叫做拆骨细胞 比如说现在 有对年轻夫妇 他就买了一间很小的小平房 就够他用了 但后来有了小朋友 小平房就不够用了 他们就想 不如我们把屋顶 搬走它 再多一层 再放屋顶上去 就可以加多一层的地方 用了 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 那只脚小腿 是这么长的 慢慢它长大了 骨就拉长了 骨生长的时候 那时候就不像那些树枝 这边搬一条树枝 搬一条树枝 是跟着氧的样子 那时候就要把骨的前端 就要拆了它 骨生长一点再盖上它 于是就要有这个叫做拆骨细胞 要拆了它 它再增强一点再盖上去 在那个更年期之前 就是卵巢的刺激素 卵巢分别的刺激素 可以抑制这个拆骨细胞 但是当开始更年期 卵巢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这个拆骨细胞就变成没有网管 于是通常一开始更年期 就会出现骨質疏松的问题 现在就要做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令到骨质不要继续疏松 第二就是已经疏松了 要增加一些骨质 第一就是怎么可以抑制这个拆骨细胞 健康食品原来又是洋葱素 那怎么可以增加一些骨质 做骨细胞 原来又是洋葱素 洋葱素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减少一些拆骨细胞 第二就是增加一些做骨细胞 不过这样 都要吃一样东西叫做钙片 比如说家里要油灰水 那你请了灰水上回家 但原来你没有灰水给它还 那它怎样油呢 所以灰水就是钙片 因为要有些材料才有做骨质 但钙片就一定要有维他命D 为什么呢 因为小肠吸收钙的时候 是一定有一个D才能吸收得到 所以最好买些钙片是连带有D 就不要说两份 一个钙片一个维他命D 因为如果你比如说 早上吃钙片 下午吃维他命D 已经完全无效 是要同时在小肠里 才可以帮助小肠吸收钙 钙片就是这样 就算一个人没有骨质疏松 他每天都要流失大约1200mg的钙 所以就算没有骨质疏松 就每一天吃600mg 其他600mg 就是食物里面都会有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骨质疏松 就要吃多些 就是一天吃1000mg 到1200mg 就令到你多些原料 可以做多些骨质 那 那 洋葱数呢 这个就是 如果你已经是 譬如说负2.5以上 即是2.5以下 负2.5以下 负3负3负3.5 就都要吃回 大概2克的洋葱数 每一天 那这个洋葱数呢 就令到你多些做骨细胞 于是你就可以做骨质出来 就好像你现在 你只是买了几堂灰水 那放在墙边 那些灰水是不会自己爬上去的 那你要用洋葱数帮它油上去 但是你只吃洋葱数没有灰水 又不行的 所以是要洋葱数加钙片 那才可以 改善个骨质的问题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